小女孩出生就不会哭 但她却是个天才 她刚满月就能自己洗脸 两岁就会穿衣服 三岁已经学会了梳妆打扮 四岁已经能独自做饭 尽管小女孩如此聪明 可她却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父母二人都不怎么待见她 经常把她锁在家 让她自生自灭 就这样女孩便有了爱看书的好习惯 六岁她就会倒背家俭乘除 可父亲见状却直接把她的书扔掉 因为她不想让家里有人比她聪明 父母的不理解和哥哥的挑衅 让她在家中感受不到爱 看着操场上同学玩得不亦乐乎 她蒙上了想上学的想法 可父亲却直接把她骂了一遍 因为她还不到上学的年纪 到了学校也是浪费 这件事情让翠花伤心欲绝 为了惩罚父亲 这天她早早的起床 悄悄在她帽子到了一斤墙壁脚 等到父亲到了餐厅脱掉帽子时 却死活脱不下来 无奈之下只好让母亲过来帮忙 结果下一秒母亲就飞到了后面 而父亲也因惯性把餐厅打了一盘高 好在这件事 只是让父亲为数不多的头发掉了几分 翠花再次向父亲提出想上学 可下一秒父亲就把疏似了一个稀巴烂 并逼她看娱乐节目 只见翠花眉头一紧 直接用一面控制 让电视发生大爆炸 为了不让悲剧的事继续发生 父母只好把翠花送到学校上学 本以为幸福的生活正等着她 可她的到来却是噩梦的开始 因为这里的校长是个恶魔 一旦有不听话的学生 她就会把他们关进砸满钉子的小飞屋 女孩第一天上学 就被校长一把推开 因为后面的女同学考了倒数第一 为了惩罚她 校长直接拎起她好看的马尾辫 原地转圈 下一秒她就把女同学 甩到了学校外面的菜地 最后把她关进了小黑屋 虽然校长如此可怕 但好在翠花的老师十分温柔 对学生们疼爱有加 更是对翠花关爱至极 因为这天她刚向同学们 提出999×999等于多少 翠花就张嘴说出了问题的答案 这件事让老师认为翠花是个天才 于是她向校长提出 把翠花送到高年级 可校长并不喜欢聪明的学生 因为她只想赚得盆满钵满 其他都不想管 无奈之下老师只好找到翠花的家长 想让他们找校长谈谈 可父母却以翠花还小为由 直接把她赶走 之后的日子 老师和翠花的关系越来越好 通过老师交谈翠花得知 其实校长就是她的姨妈 父母离世后 她就抢夺了她家大房子 还无情把她赶了出来 翠花知道这件事后 决定承罚校长 这天她悄悄把变色龙 放进了校长杯子 校长并没多想 直接一口喝点 直到看到同学们 在讲台下面大笑时 她才感觉到了不对劲 低头一看她 直接被吓得尿了裤子 她认为这是调皮的翠花干的 直接脏出血盆大口 就开始教训她 下一秒翠花 就控制变色龙 爬到了她身上 最后校长 因颜面尽失在家上没有证据 只好灰头土脸的离开 翠花认为校长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回到家后 她拼命练习超能力 只为有朝一日 同学们不再受她的欺负 小女孩喝牛奶 从不用勺子 只见她用一年控制 给自己倒上牛奶 直接在控制勺子 为自己吃饭 随着超能力 越来越熟练 她仅仅动一下小手 就能控制房间内 所有物体 家里的哥哥 还想欺负她 只见她丝毫不慌 一个眼神 就把胡萝卜定住 接着又反弹了回去 为了惩罚恶魔校长 半夜她悄悄来到了校长家 直接控制沙发 移动到后面 就当校长坐下时 瞬间摔了一个底朝天 紧接着翠花 利用意念控制 让校长家里的灯 污名忽暗 校长还以为 家里进了脏东西 就当她准备离开时 翠花直接控制校长的照片 飞进壁炉 烧成渣渣灰 她被吓得赶紧离开房子 准备逃跑 可就在这时 翠花的发带 却意外飞到了校长的车窗 校长认为这件事 肯定是有人捣鬼 次日 她让学生战成 一排询问发带是谁的 台下的同学 纷纷表示不知道 校长忍无可忍 直接就把翠花拎了出来 就在这时 翠花利用意念 在黑板上写出了 让她离开小镇的警告 校长被吓得连连后退 准备逃跑 可下一秒 无数粉笔 就砸在了她身上 校长忍无可忍 直接抓起一个男同学 就丢出了窗户外面 好在最后 翠花救下了这名同学 还把校长 推在了一个地球遗上 故事的最后 校长被折磨得落荒而逃 离开了小镇 而老师也和翠花的父母 签下了领养协议 把翠花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 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种男亲女 因为你的女儿 也有可能和翠花一样 是个天才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